陈玥 把你耳末拿来 让你婶带上 这两边都是婶 她不是嫌妻良母吗 就是婶 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能感觉到出来 你这个眼里边 心里边写的都是幸福 但是老话说的好 老话说什么你就说是 那我就听嘛 我就听 这个两口子 它肯定会有一点点 有矛盾的地方 你有没有觉得 你太这 有什么你看不过去的地方 小毛病什么的 有没有啊 那可多了 这家伙子 我救不了你了 你还说呢 这玩意儿 我这紧着说小毛病 小毛病 这好家伙 还小毛病 你没成想了 这家娶了一个皇家芭蕾 这家的事多 我说给你找个扭杨盖的 你不干 我跟你讲 老妹就一点不撒谎 爱干净 这家伙没事就把碗块 耳听框一顿消毒啊 我说你这不疯了吗 天天消什么毒 你过去从小长到大 也没怎么消毒呢 我有时候想吃个饭 一拿碗 烫着 我这搜了一下就收回来 才想起来 人在那消毒呢 后来我就说 你这要 你要真正这么消毒的话 你都把好细菌都消没了 是怎么回事 人家科学家 科学家都不刷完 都说这个情况 科学家都拿洗脚水炖牛肉吃 好吧 这算是一件事太好干净了 据说还有一个抽烟管你管的特别严 那现在好家伙洗手间都不让我记住了 你这这现在就不说他一人管了 现在一小的汪老美宝 汪美轩就干啥呢 都在这抽烟呢 我这完了 我一看 我就跑楼道里去了 照里头 黑灯瞎火 有一天还滚楼梯了 瞎火 就抽烟 没看见 起 上来以后 我老婆说你干啥去了 一看柏林盖这种也可破了 你到现在我看不见 这家伙完了 那个裤衩那种也给 裤子都湿了 以为结婚去了 哎呦你嘛 这都 就前一段时间的事 就前一段时间 这家把我给你 我给你出一主意 你跟傅迪生住这么近 上他们家出去 他家更不行了 结果你还没出去 他叼着远远进来 好家 我那小嫂子 那就得玩了命了 跟我 不行 就这些事 那这不算大事 这不算大事 则月 你事别听了 破案了 事 太听了 出事了 不好水 啥得说 这有几个 我觉得你做的对 比如说不让他抽烟 不让他抽烟呢 其实可以理解 但你不能从楼梯上 把人推下去 腿也破了 裤子都撕了 这个输不过去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们都听见了吧 不让他再加抽烟啊 烦 烦少抽 要能借了为最好 对身体好 对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据传说 您有洁癖 特别耗干净 说你们家的碗都刷薄了 我用 我就差用砂纸打了 真的呀 怎么这么耗干净啊 那个牛肉你都吃了 你还在乎喝 还好吧 不算那个什么 主要是他脏 啥玩意儿脏 这不挺好吗 六光水环的啊